有句话呀 怎么说的呢 叫做好吃不如饺子 好玩不过嫂子 这句话呀 也不知道谁传下来的 但是呢 由于这个书嫂之间呢 有一种暧昧的 说不清的情书 所以呀 真的经常也会引发一些案件 今天呢 老刘就给听众朋友 讲述一起关于书嫂之间乱伦的孽缘 这个事情呢 要从2019年的10月开始说起了 在这个时候啊 正是海草蛙村的村民们 忙着收获石榴的季节 在这个海草蛙村啊 他们要独特的 这个农产品石榴 大伙啊 忙来忙去 进行这个秋收的工作 可是 就在大伙忙得不亦乐乎的时候 41岁的村民 郑国财 怎么也没有想到 他竟然 会死在自己老婆 和他的弟弟 郑国军的手中 那你说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原来是这个郑国财的老婆 杨秀梅 爱上了他的小叔子郑国军 可以说两个被畸形的爱情冲昏头脑的人 为了长乡私守 竟然密谋杀害自己的至亲 可以说 这简直是荒唐至极啊 在四川省的金沙江的河畔呢 在这个省会 里县富民镇里边啊 有一个小村庄 刚才我说了 叫做海草麻村 村子里的村民呢 绝大多数啊 都是姓郑和姓殷的 这两大家族 全村啊 是有三十来户人家 虽然这个村子不大 但是村民们呢 靠着种植石榴 这小日子过得呀 倒也不错 家家都挺富裕的 可是在2019年的十月 村子里面 发生了一起恶意杀人案 使得这些村民呢 全都是人心惶惶 而得知真相之后 这些村民内心 更是觉得怒不可恶呀 2019年10月4号的深夜 当地警方突然接到 海草麻村的村民 打来报警电话 你好 警官同志 我想报警 有什么事情 你慢慢说 警官同志 我们村的郑国才出事了 啊 郑国才出事了 出什么事了 他 他呀 他摔死在自家的水窖里了 什么 摔死在自家水窖里了 别着急 我们呢 这去 马上去现场查看一下 就这样 警方啊 接到报警电话 就来到了这个海草麻村了 来到海草麻村之后 这时候看到啊 好多的邻居村民呢 围在郑国才家这个水井旁 在这个水井里 原来呀 郑国才已经死在这个水井之中了 警方这边呢 赶紧安排这些人员把这个尸体打捞出来 经过现场的一番检查呀 警方发现了 这名死者郑国才 他应该不是失足落入水井之中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他这个额头上啊 有着明显的顿气伤 所以警方啊 觉得这名死者应该是被人杀害之后 才扔到水井之中的 跟随警方一同来到现场的这些法医 在现场对这个郑国才的遗体进行检查 就和这个负责办的民警反应了 张警官呢 这名死者头上 有多处被重击打之后产生伤口 所以啊 应该不是失足落入井中所导致的 他的颅骨啊 大面积骨折 显然呢 不是坠入水井之后的溺水身亡 我怀疑呢 他是在生前呢 被人殴打 被人殴打致死 然后被人抛下水井之中的 也就是说呀 这个郑国才呀 应该是被人给谋杀的 得到法医这个结论 那边的本来就对儿子郑国才的死 心存疑惑的父亲 依稀他的姐姐是痛苦流涕一样 京官同志啊 我就觉得我儿子 他不应该失足掉入井里啊 您一定要替我们做主啊 找到杀人凶手 我儿子死得太惨了呀 一定要为我儿子申冤呢 这边 这个八点民警赶紧说了 好好好 老人家 您呢 既爱顺便 我们警方呢 一定会尽力的帮助你们呢 寻找案件的真凶 就这样 警方呢 开始展开了侦查工作 他们首先呢 对村子里的村民进行走讽调查 根据郑国才邻居回忆 最早发现郑国才失踪的 是他的老婆杨秀梅 10月4号那天晚上啊 杨秀梅急匆匆的 跑到了一墙之隔的邻居的家中 他对邻居说 自己老公郑国才一天呢 出门都没回来了 所以呢 他很担心自己老公的安危 他希望啊 邻居们呢 能够帮忙找一找自己的老公 据杨秀梅所说呀 他老公当天下午说 要去这个石榴园里去干活 说要给这园里啊 抽一点水 浇浇地 可是杨秀梅呢 一直在家里等待 等到了深夜呀 都没有见到自己老公 郑国才回来 赶紧拨打老公的电话 可是 这电话怎么打也打不通 所以呢 他在清静之下 跑到邻居家中 去找邻居帮忙 想让大家呀 帮忙去找找自己的老公 老刘我说了 这个海草挖村呢 本身就只有三十多户 可以说呢 全都是乡里相亲的 大家彼此啊 都非常的熟悉 尤其 郑国才这个人呢 在这个海草挖村里啊 口碑 是不错的 他呢 平时为人热情 哪个邻居家里边 有什么困难的事 他呀 都会积极主动的 上前去帮忙 这时候大家伙一听 说郑国才失踪了 村民们全都自发的出门啊 去帮忙寻找了 既然他老婆杨秀梅说 自己的丈夫去抽水交地了 所以呢 这些邻居村民就觉得呀 郑国才很有可能呢 就在水井那边 去这个挑水 大家急急忙忙 就赶到水井边 刚到这个水井旁啊 就有人在这个水井旁边 发现了一盒香烟 而这盒香烟的大伙一看 都知道 这是郑国才平时 最抽的这个香烟 大伙心中啊 就有些这个疑惑了 继续往前走 这时候 有人就看到了 郑国才的拖鞋呀 飘在水面之上 这个时候 已经有不少的村民都觉得 这郑国才很可能出事了呀 但是呢 大家谁都不好意思说 只好继续进行寻找 当时啊 有几位水井比较好的 胆子比较大的村民 拿到这个手电筒之后 就在这个水井旁边进行寻找 但是由于当时啊 已经深夜了 村民并没有找到人 就在大家急着寻找郑国才的时候 他的一个堂帝郑国军 站出来 斩钉截铁的断言说道 父老乡亲们 我觉得 我哥呀 可能是掉到水井里了 他的拖鞋 还在上面呢 这话一出 不少村民呢 纷纷复合呀 哎呀 国军说的对呀 很有可能国才出事了呀 掉到水井里了呀 这可怎么办呢 于是啊 这时候啊 大伙呢 就觉得 可能这人呢 在水井之中 可是天色一晚 谁也不敢贸然下水 就在大家 灭灭相须的时候 郑国军说了 我呀 特别挂念我哥 这样 你们打着手电 帮我系个绳子 我下水里打捞一下 看看 有没有我哥哥的踪迹 就这样 郑国军第一次下水 可是 在这水井里翻了一圈 什么没找到 村民当时只好啊 就把郑国军拉上了水面 有村民回家 拿来钓鱼竿 就去探这个水 很快这个鱼钩啊 就刮到了水底的东西了 村民慢慢就往上拉 可是刚刚把这个 郑国才 拉到水面上的时候 就看到郑国才脑袋上 还在出血呢 头上有些大口子 看到这样的场景 郑国才的父亲和姐姐 当时就混了过去呀 村民们当时就说 郑国才在交地的时候 不小心掉到这个水井里 摔死了 可是郑国才的姐姐 不这么认为 他觉得这个事情啊 有些不对劲 这个水井呢 是他们自己家的 去年才刚刚修建好 郑国才经常到这里打水 放水交地 最近又没怎么下过雨 他怎么可能不小心 摔到这里面呢 另一方面 他知道自己弟弟 会游泳呢 这个水井呢 水深大概有五米 就算郑国才不小心 失足掉下去 也完全可以大声的呼咒 或者靠自己的力量 游上来呀 再这样 这个姐姐就说了 这个水井呢 在山上 平时很少有人去 为了防止意外 当时郑国才 在这个水井周边 还起了一米多高的砖墙 他怎么就会掉进 自己家的水井里呢 另外 有村民就说了 郑国才 头上 有一个流血的大口子 郑国才姐姐更加觉得了 你说如果弟弟 是不小心掉下水井 他呀 怎么可能脑袋上 有这么大的口子呢 所以呀 他认为这个事情 有蹊跷 所以呢 才要和父亲 那边找朋友 去报警 警方呢 在现场进行勘察之后发现 出事这个水井周围呀 倒是没什么血迹 也没有凶器 办案人员认为 这里呢 就是第一案发现场 立刻找人呢 把这个水井里的水抽干 这水井抽干之后 侦察人员就发现 水井内壁呀 有一个攀爬过的痕迹 还沾了一些血迹 警方就推测了 郑国才很有可能啊 是被人偷袭打伤之后 扔到水井之中 在下水的时候 郑国才并没有死 凭借着最后的一丝力气呀 沿着水井的内壁往上爬 但是最终失败了 如果这个事情真的像警方这样推测的话 警方觉得 那很有可能是熟人作案 可是现在警方在考虑的是这作案动机到底是什么呢 警方从郑国才的伤口来看呢 这凶手下手十分狠毒 很快呢 郑国才死亡的消息不禁而走了 成为当地啊 爆炸性的新闻 究竟是财杀 是仇杀 还是情杀 一时之间呢 这些老百姓啊 猜测颇多 有村民就说了 哎呀 最近这几年呢 郑国才在家里 种了好几亩石榴地 也种了大房蔬菜 在这个村里啊 虽然算不上富裕 但如果 嫌人是脱财害命 应该不会在他下地的时候 干活的时候下手啊 民警又调查 村民呢 这个反应说 这个郑国才 在村里也没什么仇人 另外 民警在调查中发现呢 死者的衣物完好 没有破损 身上 带着两千多元现金 摩托车的钥匙 还有手机呢 全都被警方啊 给打捞上来了 因此 民警首先排除了 屠材害命这可能 由于事发的位置 比较偏僻 警方觉得 没有外人带领的话 很难找到这里 所以 民警就判断 这名凶手 应该就是本村的村民 随后 警方围绕郑国才的关系 在村里啊 进行走访调查 可是调查来调查去啊 也没有发现 郑国才 和哪个村民呢 有过什么矛盾 或者说 有过什么债务纠纷 我刚才说了呀 郑国才这个人呢 在村里的口碑啊 是比较好的 为人比较热心肠 这老百姓啊 对他呢 这个 都是 赞叹不已 对他评价很高 说他这个人呢 勤劳 善良 老实 但是 性格有些内向 可是 村民都说 郑国才这个人 和村里的 这些村民 都没有什么 深仇大恨 所以这时候民警啊 就推测了 如果没有这些仇人 没有这些债务纠纷 那会不会是因情 而引起的情杀呢 就这样 民警呢 就向这个情杀的方向 展开调查 经过调查发现 郑国才在当地呀 并没有生活作风 不当传言 可是 随着警方的询问 有些村民 反映情况了 警官同志啊 我想跟你反映个情况 呃 什么情况 同志 你说一说 警官同志 我跟你说啊 郑国才这个人 可老实了 为人特别好 又热情 可是 他那个 老婆呀 不怎么样 老婆不怎么样 有什么情况吗 对 我跟你说 民警同志 他老婆 杨秀梅 和郑国才的关系啊 有点 不正常 不正常 你能不能 和我们说一说 到底怎么回事 这村民就说了 警官同志 我跟你说 我对郑国才和他老婆 杨秀梅呀 还算是 比较了解的 郑国才这个人呢 特别老实勤劳 而且 很热心 可是呢 他老婆杨秀梅呀 却特别强势 一开始 两个人呢 是这个 经过介绍认识的 两个人婚后呢 生育了两个女儿 由于最开始的时候 他们夫妻两个关系不错 大家都能看得出来 生活非常甜蜜 可是 2011年的时候啊 郑国才 家里出了一个大事 出了一个大事 什么事啊 同志 您呢 能不能和我们仔细说一说 可以警官 我跟你说 那一年呢 郑国才 买了辆大车 然后呢 出去跑运输 可是有一天呢 他在开车的时候 没注意 一倒车 把一个人呢 给压伤了 当时 赔了不少钱 郑国才呀 因为这个事 背负了一身的债 所以 从那个事发生之后 他们夫妻两个人 就经常 因为钱财的事情 而争吵 2017年的时候啊 他老婆杨秀梅呢 去外面打工了 他丈夫啊 郑国才呢 又在家里开始 种植蔬菜和石榴了 由于 这石榴种得好 所以呢 他家这个经济条件呢 就渐渐好转了 郑国才 就把他那些外债呀 都给还上了 当时啊 杨秀梅 在外面打工这两年 回来的时候呢 也不怎么和郑国才吵架了 哎 那时候我们觉得 他们两个人 关系 好像是和好如初了 听到这个村民的话 民警有些疑问了 那你说 他回来之后 两人夫妻关系 比较和睦了 那你怎么又说 他们之间这个 矛盾 又有着一个加深呢 哎呀 我跟你说啊 警官同志 他们两个人呢 看起来 矛盾缓和 他老婆 对郑国才 比较关心 可是 他老婆有问题 我们总觉得呀 他和我们村子里 一些村民 又不正当关系 啊 和你们村民 又不正当关系 这怎么说呀 是谁呀 哎呀 我跟你说 警官同志 这事我不好说 但是 你可以再调查调查 如果呀 你调查出来了 那就算是我说对了 如果 我要是这个 先把那个人说出来 我没有什么 实质证据 不太好 要是说的好 我们再去调查调查 就这样 民警啊 又开始展开调查工作了 一开始呢 民警认为呀 这个命案 由这个夫妻关系导致 有可能啊 这可能性不太大 可能是这些村民们呢 一些闲言碎语 但是后来 把民警啊 就发现 这个杨秀梅 在他老公死去之后 这个表现显得特别镇定 而且呢 还说 他的老公买了保险 正是因为这句话 引起了民警的警觉呀 民警呢 就开始对杨秀梅 展开了调查 民警发现 就在案发当晚 杨秀梅曾经给村里几个人 打过电话 可是呢 他的手机里面呢 没有通话记录 这说明什么呀 说明这个杨秀梅 把他手机 删除了很多东西 警方就觉得 这杨秀梅呀 应该在刻意的 隐瞒着什么情况 这里面呢 或许有着那些 不可告人的秘密 另外 经过这个警方的调查 发现了那个村民 所反映的情况 说这个杨秀梅 确实和村里的一个男人呢 有着不清不楚的关系 而这个男人呢 正是郑国才那个堂弟 郑国军 郑国军这个人呢 比郑国才小了三岁 两个人呢 都是海草 蛙村 长大的 而且两家关系 非常亲密 有着呀 很近的这个 亲属的关系 就在案发当天晚上 警方调查发现 这个郑国军呢 还在积极的参与 救援他的哥哥 郑国才的事情 而且第一个主动要求 下水去打捞 他堂哥 郑国才的 正是郑国军 在这个堂哥死之后啊 郑国军呢 也是忙前忙后 帮助自己的 帮助自己的堂哥 料理后事 警方啊 当时啊 排查了村里 所有人 说事发当晚呢 都能找到乡的人 来证明 他们在做什么 因为我说了 这个村里 就三十几口人呢 可是唯独啊 这个郑国军 没有人证明 案发的时候 他在什么地方 警方就在考虑了 你说按照这个 堂兄 郑国军的表现 他可能会对他的哥哥 下得到这个狠手吗 杀害他的哥哥吗 看起来很亲呢 可是 民警经过侦查 再一次得知了一情况 原来这个杨秀梅啊 在案发当晚 曾经多次 给郑国军打电话 另外 还给郑国军呢 发去了可疑的信息 所以 事到如今 越来越多的证据 全都指向了杨秀梅 和郑国军了 10月7号 惠里县警方 制定了一场 特别的抓捕行动 在这个死者 郑国才入土之后 村民们呢 全都来老郑家聚餐 散席之际啊 民警 就把杨秀梅 和正在厨房里 帮忙做饭的 郑国军 给带走了 就这样 警方啊 就对郑国军 展开审讯 一开始啊 郑国军 沉默不言 警方呢 还是向这个 郑国军 强调 我们这个政策 郑国军 你知道吗 我们的政策 是坦白 从宽 抗拒 从严 现在呢 没有人能够证明你 在案发现场 案发时间 你在做什么 我 我在家 我没做什么 你在家 谁能证明 我 我没有人 给我证明 你 没有人 证明 那我问你 你的汤哥 郑国采 是不是你杀害的 不 不是我杀害的 不是你杀害的 我问你 你和你的嫂子 有没有 不正当的关系 我 我和我嫂子 有没有 不正当的关系 你听到警方 问起这句话 郑国军脑袋上 溜出了斗大的汗珠 警方已经看出来了 郑国军和杨秀梅之间 一定有着那种 特殊的关系 所以 针对这个情况 警方加紧了调查工作 和这审讯工作 郑国军 我跟你说 如今种种证据 已经说明 你就是杀害 你汤哥 郑国采的凶手 你如果呀 想立个 宽纳 处理的话 赶紧交代 你如何杀害 你汤哥的事实 我 我 金宽同志 我说 我的汤哥 郑国采 确实是我傻子 原来呀 当年郑国采 出车祸 把人压伤了 自己呀 也这个 身体上 受了一些伤 就这样 当时郑国采 在医院里呀 住了差不多 两个月的时间 所以在那段时间呢 老郑家这边啊 地里的活呢 没人帮着干 郑国军 就来到这个 自己汤哥 郑国采家中 经常帮嫂子 杨秀梅呀 下地干农活 另外呢 由于呀 这个 杨秀梅的娘家呀 出了一点事 当时呢 郑国军知道了 毫不犹豫的 就借了一万块钱 给杨秀梅 这时候杨秀梅 就发现呢 自己和她老公 郑国采 由于多年呢 这个经济问题 吵来吵去 所以呢 她发现 这个小叔子 对自己呀 特别热心 而且特别大方 借了一万块钱 解决了自己 娘家的燃眉之急 就这样 有一天两个人呢 在地里干活的时候 这杨秀梅 借着不经意的 这个举动呢 就一把手啊 抓在 郑国军 握着铁锹 那个手上了 国军呢 我特别感谢你 你借了我这一万块钱 帮了我们家大忙啊 一听这话 郑国军赶紧说了 嫂子呀 这点小事 没什么 你家里有困难 我知道 能帮上你呀 太好了 我哥呀 在医院 他身体呀 这个可能 一时呢 恢复不了 我呢 帮不忙 这很正常 可是呢 郑国军突然发现 这嫂子的手啊 握在自己的手背上 越来越用力 郑国军顺着这个 嫂子的手 就看向嫂子眼睛 就感觉嫂子眼睛当中啊 面饭 眼饭 桃花啊 啊 嫂子 你 你怎么了 这时候 杨兄妹有些激动了 国军呢 我跟你说 这些年 我和你过 过得不怎么好 幸亏有你帮忙 我们家呀 这才算挺过来 我呢 很想 回报你 回报我 听到嫂子的话 郑国军的眼中啊 也透出了 一种 欲望的光芒 为啥呢 她嫂子 杨兄妹这个女人呢 虽然呢 已经年过三十了 可是啊 别有风味啊 而且呢 身材啊 凹吐有致 就在这时候 杨兄妹 拿这个毛巾呢 插了插 自己的额头上的汗 接着又解开了 衣服上两颗扣子 把这个毛巾呢 伸进这个胸里呀 去擦了一下 哎呀 你看 干了这么长时间活 累得我一身汗 等这个嫂子 把这个扣子 解开的时候 郑国军就发现 自己有些 控制不住了 他咽了一口口水 就对嫂子说了 嫂子 你 你 你 这时候 嫂子那双眼睛啊 深情的望向了 郑国军 郑国军知道 嫂子 这是啊 给自己啊 打开了心门啊 就这样 郑国军当时把铁锹 扔在了地上 上去激动的 抱住了嫂子 嫂子 我我也喜欢你啊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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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欢你 很久了 就这样 两个人 就在这块田地里呀 预约了道德的底线 搅在一起了 由于这个两个人 在一起之后啊 经常的发生这种 这个约会呀 不正常的关系 郑国军的母亲呢 就发现了两人之间的 不正常的关系了 那一天呢 郑国军的母亲呢 把这个 郑国军是臭骂了一通的 郑国军呢 我跟你说 那是你嫂子 你怎么能对你嫂子 做这种事情啊 你知道吗 这多不道德呀 我跟你说 他能和你做这种事 你这个嫂子 也太不要脸了 你赶紧和他断了关系 妈 你懂什么呀 我和我嫂子 是真感情 我哥对我嫂子不好 而且平时 做那个事也不行事 我嫂子 对我是真爱 我想和我嫂子在一起 什么 你想和你嫂子在一起 你这个不孝的畜生 我打死你 话说呀 他母亲 强烈反对郑国军 和他的嫂子搞在一起 可郑国军这时候啊 完全就已经被欲望 冲过了头脑 他和自己嫂子在一起啊 才感觉到那种激情 蓬发的那种感觉 所以他无论如何呀 也丢不下自己的嫂子 2017年的时候啊 两人商量 在这个村子里啊 由于这些村民呢 说三道四的 再加上自己的妈 都知道这个事了 所以啊 两人约好呢 一前一后啊 去重庆打工了 而在这个外边 两人就过上了这个 临时夫妻的生活了 后来呀 这个杨秀梅 就和郑国军就说了 国军呢 你看 我们现在在外面 可以在一起了 可是 说起来呀 毕竟啊 名不正 言不顺的 你看看 我回去和你哥 办离婚 然后我们两个 在一起 怎么样 好啊 嫂子 我跟你说 我这辈子呀 已经离不开你了 嫂子 如果你回去 跟我哥爸离婚 离了 我这边立刻娶你 就这样 杨秀梅回到家中 找到他的老公 郑国财 郑国财 我和你说个事 老婆 你想说什么呀 你跟我说 我呢 想和你离婚 什么 你想和我离婚 老婆 你 你怎么样 跟我离婚呢 你说以前呢 我因为出事了 赔了很多钱 那时候咱没钱 我现在又种石榴 又种蔬菜 又钱了呀 咱们俩 应该好好过日子嘛 可是 她老婆姚就没说了 郑国财 我们两个还能 好好过日子吗 这么多年 我们之间呢 已经没有什么 夫妻的感情了 就算是睡觉 我都已经 很少跟你睡了 你不知道吗 我跟你说 我和你之间那些感情 已经在那些 吵架当中 早就已经 被你磨灭了 我跟你说 郑国财 咱们离婚吧 你要是不离的话 我们 没有好日子过的 不 老婆 我爱你啊 我一定会好好对你的 我们不能离婚呢 可是 由于这个 杨秀梅是吃了 正朵铁了心呢 就想和自己老公离婚 然后 和他这个小苏质 郑国君 活在一起 所以啊 他和 郑国财 之间的矛盾越来越深 有事没事的 总会找事啊 就和这个 郑国财 吵闹一番 后来呀 郑国财呀 觉得这个 受不了 就打算离婚 可是一想啊 自己对老婆 也真的是 真感情 所以 还在这个 拒绝当中 可是那边啊 郑国君回家呀 就和这个 他老妈说了 妈 我要和我嫂子 杨秀梅 一起过日子 我要和我老婆离婚 什么 你和你老婆离婚 跟你嫂子过日子 你是不是不要脸呢 你是不是个畜生啊 郑国君说了 妈 你跟我说什么没用 我必须得跟我老婆离 我就要跟我嫂子过日子 就这样 郑国君这边啊 是三下五穿 七里咔嚓的 就和老婆离婚了 2019年四月份 杨秀梅 回了老家 这天呢 他改了自己 往日 那种对郑国财的 暴躁脾气 对郑国财 变得体贴了 据郑国君所说呀 自从杨秀梅 回家之后 他们一直通过微信呢 商量对策 由于郑国财 一直不选择离婚 所以呢 这个 杨秀梅就说了 他说做一个妇女呀 可能整不过郑国财 说要不你回来 把这事给办了 杨秀梅承认了 是他把这郑国君 叫回老家 他曾经啊 想和这个郑国君 结束 他们之间 这段孽缘 他说呀 我和郑国君说 我们都有家庭 我有两个女儿 是不可能和你在一起的 可是我担心 他把这些事情说出去 我当时也说了 用钱来弥补他 可是郑国君说 因为我的事 已经和他老婆离婚了 他说 他沉溺在这段感情中 无法自拔 后来 他也从打工的地方 回了老家了 就这样 两人经过几次商量 最终决定 还是要走在一起 继续生活 这时候 一个歹毒的计划就产生了 民警说呀 两人计划 把郑国财推进水里淹死 造成失足落水逆亡的假象 事发的10月4号当天 郑国财去这个十六地里啊 去浇水 杨秀梅就感觉机会来了 连续给郑国君打了几次电话 发了信息 郑军 我你说机会来了 你哥呀 去十六地里浇水了 咱俩过去 把他呀 推到水里给淹死 然后就说 他是失足落水而亡 好 就这么干 郑国君听到 嫂子的呼唤 然后 当天晚上 赶到了事发地点 他假装在这个水井旁 偶遇自己的 汤哥 郑国财 两人是一起 说说笑笑啊 就走到了 这个水井处 这时候 他趁着郑国财 不注意 一把呢 就把郑国财推了下去 郑国财 掉入水中 这时候 他不明白 为什么 堂弟 要害自己 他在水井中 苦苦哀求堂弟 还说了 弟弟 只要你把我拉上去 我就当什么事情 都没有发生 我和 杨秀没离婚 可以的 可是 他堂弟 也多然拒绝了 哥 我跟你说 我和嫂子 早就好上了 你就是不愿意离婚 就别怪我 心狠手辣了 话说呀 坠入这个水井之后 为了自救 郑国财 抓住两根水管 想往上爬 可是这时候 郑国军 捡起了一根木棍 狠命的砸向 自己的汤哥 最终啊 郑国财 再也没上来了 话说 这汤兄弟 两个人是一起长大的 亲如一家人 那为什么 郑国军会对 他这个堂哥 下子狠手呢 郑国军说呀 由于他的一生 太爱这个嫂子了 自己为情所困 才干了 这个糊涂事 后来 两个人 被警方抓获 得到了 他们应有的下场 二零一零年十月十九号 下午两点半 一艘上海市环卫局的机动垃圾打捞清洁船 正在闽航区红桥枢枢山长路东边的河流 北行京中清理河道呢 突然就感觉船被什么东西卡住了 开不动了 于是关闭引擎 停船打捞 嘿 这一捞不要紧呢 赫然捞起了一句年轻的女尸 之所以沉在河里没浮出水面 是因为女尸的腰上啊 系着一只蛇皮带 里面装了半袋子的板砖 非常的沉重 船上的环卫工人 被这副场景吓了个半死 赶紧掏出手机 拨打110 接到110指挥中心的指令之后 上海市公安局闽航分局 上海市公安局刑侦总队 立即点齐刑侦 技术和法医各路人马 火速驱车赶往现场 当天出现场的法医啊 是时任刑侦总队刑济中心 法医室主任的马开军 和刚刚入职一年的年轻法医 中国公安大学法医系硕士研究生 十年二十八岁的孟航 经过马开军和他的师弟 闽航分局法医室主任董立民 对女师的尸检 年龄大约三十岁左右 前后差一岁 也就是二十九岁到三十一岁之间 身高一米六三发育正常 上身啊穿红色戴帽子仿皮夹克衫 下身呢穿蓝色紧身牛仔裤 里面没穿内衣纹胸和内裤 也没穿鞋和袜子 嘴巴张开着 头部和足底有很多淤泥 湿浆已经缓解 经解剖检查发现 根据死者未内容物的消化程度来估算 死者的死亡时间不超过七十二小时 另外死者的肺部有少量的归躁 检查死者的下身 判定死者生前和男子有过性行为 从死者的穿着和打扮 以及生理器官的特征来看 很有可能是从事那种行业的人啊 现场勘察发现 案发现场 紧靠着快要建好的上海红桥枢纽 当初征地的时候啊 洞迁了很多城中村 所以附近呢盖了回迁房 此时回迁房刚盖完不久 又有很多搬迁户进场搞装修 所以附近的砖头水泥之类的建筑垃圾 比比皆是 发现尸体的河道岸边就有一堆砖头 经过对比和蛇皮带里的砖头 是同一堆砖头 这就可以判定 女尸入水之后就没怎么挪动过位置 在随后的案情分析会上 敏航分局刑侦支队和市局刑侦总队的许多侦察员 都认为法医的尸检结果很符合生前溺水的状况 倾向于认为这名女子是生前入水溺水身亡 死因很可能是自杀 为什么这么判断 有这么五条依据 第一 死者的肺部里面有龟藻 如果她是被人杀害之后抛尸河道 那么她掉进河里不可能枪水呀 就不可能把龟藻吸进肺部 这条理由看起来很过硬 因为法医学上判断 这个人是落水后溺死 还是被杀死之后在抛尸水中 重要依据就是看死者肺部有没有龟藻 第二 女子身上的红色夹克衫的帽子 当时是戴在头上的 帽子下边的两根绳子 扎得很自然 打的还是活结 就像平时穿戴时打结的习惯 看上去是这名女子自己扎好了 并且打的结 如果是凶手打结 甭管当时这女的是活着还是死了 那都得把这结往死里边打呀 恨不得还得围着脖子再绕上一圈啊 这样才符合凶手要置死者于死命的动机 第三 死者的腰里系了半袋板砖 记得绳子扎得也不紧 这一点呢就符合死者作为女性力气小的特点 如果是凶手扎绳子 就算是借助外力 那也得把绳子扎得死紧死紧的呀 就怕扎不紧万一绳子松了蛇皮带一脱离尸体不就浮上来了吗 那不就穿帮了吗 第四 死者穿的牛仔裤皮带和扭扣扣得特别规整 警方曾经拿一条同款的同尺码的牛仔裤 让身材和死者相近的女警试穿 结果穿起来都觉得吃力 主要啊 是很难套上屁股 如果是死后由别人来替他穿 那就更吃力了 所以警方判断 这条牛仔裤是死者自己穿上去的 因为凶手一般是没那个耐心法 费内力气 好心的给他套上这么难穿的牛仔裤 那还不如让他光着下身扔河里呢呀 第五 死者的头部 脸部 鼻孔里和嘴里 还有喉咙里 都发现了大量的淤泥 这些淤泥都是河底的淤泥 说明女子落水之后 有过挣扎迹象 但因为腰里边缠着沉重的半袋板砖 而很快沉入河底 淤泥被吸入了女子的口鼻 这些情况都符合生前落水溺死的表现 案情分析会的初步结论是 有较大的可能为自杀溺亡 如果被判定是溺亡 那这件事它就是意外事件 没有必要立案 刑侦技术部门 那就可以各回各家了 剩下的交给属地派出所 跟殡仪馆来处理就行了 不过呀 为了慎重起见 马开军提议 先把女师存放在 闽航分局法医室的停尸房 等刑警803的法医室 商讨出最后的意见 再做最后定夺 马开军的提议 立刻获得了董立民法医的支持 他们作为师从法医室老主任 严建军的同门师兄弟 心里总觉得这句女师 有哪儿不太对 不像是生前入水之后的溺亡 与会的市局和分局领导 也知道马开军这么说 背后的目的是什么 那是什么呀 一定是回去 请严建军法医再看看 对此他们自然也没有异议 有刑案找研法呀 这六个字咱说了这么多回了 这六个字 在上海市公安局历任领导心里 那这早都成了共同的印记了 再说严建军虽然此时退居二线 但依然作为刑警803法医界的大拿 能请动他高兴还来不及呢 怎么可能有意见呢 在上海市公安局刑事侦察总队 总队刑警中心 孟航把他自己在现场拍摄的女士照片 交给严建军看 严建军仔细的一张一张的在那看 当看到女士背部的照片之后 眉头不由得皱了起来 这背部好像有尸斑 很淡的尸斑 照片看不清楚 孟航问 杨老师 有没有这种可能 他沉入河底之后 背部接触到河底 形成了尸斑呢 严建军摇了摇头 可能性不大 我晓得那条河 那条河的河底 有很厚的淤泥 淤泥很软 我刚才听你介绍说 清洁工把女士捞上来的时候 是握着的姿势 不是仰天的 所以这个女人的背部 常理来讲 是不会形成尸斑的 孟航 跟我再到现场去一趟 在闽航分局 法医室的停尸房里 严建军在董立民和孟航的协助之下 把女士翻过来 果然发现他的背部 有淡淡的尸斑 严建军随后问陪同他的 闽航分局刑侦支队的技术人员 你们勘察的时候 发现这个女人是裸穿吗 什么叫裸穿呢 就是光着身子只穿外衣外裤 这时候啊 技术人员说 这个我们早就看到了 有些北方女人呢 很习惯晚上裸睡 白天呢 则裸穿 不带胸罩 不穿内裤 这样爽快 也方便 这是一种生活习惯 严建军点了点头 确实 有些人呢 是有这种裸穿的习惯 随后他拨开女士的大腿 把苍白的大腿内侧展现给大家 可如果他一向是裸穿裤子的话 那么他的大腿内侧一定会形成摩擦 尤其是这种很粗糙的牛仔裤的帆布 时间一久了 一定会形成色素沉淀和摩擦痕迹 但是这个女人的大腿内侧皮肤光滑 肤色很一致 这说明什么呀 孟行 你来说说 孟行壮着胆子 开口说道 说明这个女人平时是穿内裤的 但这一次他没有穿 或者说是没有人给他穿 听到了没有 这就是最大的不正常 周围闽航分居的同行们纷纷点头 到底是拥有二十多年将近三十年 法医经验的老法师啊 随后颜建军从裤袋里 掏出他一直随身带着的放大镜 另一只手拿起女士的右手 对着他的指甲缝仔细的观察起来 旁边的董立民法医说 杨老师 这女人的手我们仔细看过 指甲缝里干干净净 没有任何发现 颜建军头一抬 没有发现 就是有发现 你看他 指甲外表平整 没有划过的痕迹 指甲缝里也干净的什么都没有 如果他是活着的时候沉入河里 不管是被人推下去的 还是他自己跳下去的 他出于本能是必然要挣扎的 因为水里没有空气 他会很难受挣扎是一定的 这条河又不深 掉下去很快就到河底 他只要挣扎 指甲就肯定要和水里的异物 比如砖头啊 或者石头啊 有所触碰 难免会有划痕损伤 而且指甲缝里面 肯定要嵌入淤泥或者水草 但现在这些都没有 所以我认为 他是死后被抛入河里的 随后颜建军又熟练的切开了 女尸的气管 里边干干净净没有半点淤泥 也就是说淤泥灌满了死者的鼻腔和喉咙 却没有再往气管里钻 这更加说明女子入水前就已经死了 而且抛尸的人在抛尸前 故意弄开了她的嘴 好刻意造成淤泥灌入女子口鼻 造成溺水的假象 这时候一个负责勘察的技术人员提出了疑问 杨老师既然死者是死后被抛入河里的 那么他的肺部哪来的归藻呢 这个问题问得好 严法医啊点了一根烟吸了一口 根据我们法医师前几年 对本市河流归藻研究取得的科研成果 只要河水水深达到一定的深度 那么在河底就会有一定的水压 这个水压就会把水中的归藻压到尸体的肺里去 当然这个数量不可能太多 所以我还是判断死者是死后入的水 更何况在入水时 他的嘴很可能被人为的弄开了 那绳结怎么解释呢 没等严剑军开口 孟航抢答说 杨老师说过 自己能形成的东西 他人一定能形成 所以这很有可能就是凶手的刻意模仿 这时候啊 闽航分局的吴局长苦笑了一声 老闫呐 这么说来 我们先前的五点推断 全给你推翻了吗 严建军一脸淡然的说 这不是我们法医的事 这是你们行真的事 我现在能告诉你的 有三点 第一 这是一起凶杀案 第二 凶手一定有车 第三 抛尸的时间 一定在晚上 吴局长这时候挥了挥手 还愣着干什么呀 重新召集案情分析会 新的案情分析会 照着凶杀案的思路去办 一致认为凶手应该是一名身强力壮的男性 家就应该住在案发现场附近 对整个区域比较熟悉 应该没有固定职业 经济情况比较宽裕 并且家里边有车 而因为红桥枢纽工程争地洞迁的缘故 住在附近的城中村 涌现了一大批爆发户 一夜暴富的村民 很多变得不知所措 失去了土地 也让他们变得无所事事 所以这就造成了一大批掌握大笔金钱的闲人 这些人整天的聚在一起 喝茶 打麻将 赌博 来消磨时光 这些人成了重点嫌疑对象 侦察员兵分两路 一路在红桥枢纽附近的农民新村进行排查 另一路在附近的夜场排查这两天 没来上班的年轻女性 方向正确的条件之下 刑警803的效率 那还真不是盖的呀 一路侦察员以极高的效率查明了 诗员某夜总会坐台小姐 是年24岁的安徽籍女青年黄某 经过她小姐妹们确认 这女尸虽然被泡得有点发胀发白 但从衣着 相貌 发型 和指甲的特征来看 就是黄某 而且黄某已经两天没来上班了 这点和法医估算的女尸死亡时间非常吻合 据黄某的小姐妹们反映 黄某在一年多前认识了一个叫阿新的男人 那段时间呢 阿新总是会开着一辆崭新的帕萨特轿车来接黄某下班 当时给这些小姐妹可羡慕坏了 据黄某吹嘘说 阿新是虹桥本地人 拆迁分了好几套房子 又分了几十万的补偿款 现在其中一套房子给她住着呢 她还得意洋洋的说 总有一天她会取代阿新家的那个黄脸婆成为阿新的太太 以后就再也不会被看作是小三了 他们还说呀 黄某是那种主意特别正的人 一旦对一件事情下定决心呢 把头牛都拉不回来 不达目的 事不罢休 有个小姐妹还回忆说 在前两个月的某一天 她呀亲眼看见黄某和阿新 在车边上发生激烈的争吵 吵得非常凶 那天黄某呢也没上车 而是自己打车回的家 第二天上班就恶狠狠地对小姐妹们说 男人每一个好东西都是喜心不厌旧的货色 于是阿新当天晚上就被请进了闽杭分局 这一过堂阿新就招了 阿新的真名叫杨新 原本是虹桥地区某个城中村的农民 因为虹桥枢纽的建设 他的房子和地都被闽杭区政府征收 因此呢 他分到了三套住房 外加六十万的补偿款 成了众多一夜暴富的城中村村民 一夜暴富导致他瞬间膨胀 变成了游手好闲的浪荡子 整天无所事事 买了一辆帕萨特轿车 整天的招摇过市的 也没人知道他开来开去到底干什么 随后呢 又瞒着妻子孩子 勾搭了叶总会的座台小姐黄某 并且把他安置在他其中的一套房子里 俩人一时间如胶似漆 用现在的话来说 俩人玩的可嗨了啊 但这新鲜劲来的快 去的也快呀 接下来就是老一套的 小三想上位的桥段呗 黄某啊 要求杨欣和妻子离婚 娶他为妻 杨欣肯定不答应啊 他只是养个小三玩玩 压根没想过换老婆 这一下黄某就不干了 威胁他 说要把事情闹大 闹到众人皆知 看杨欣怎么收场 所以在案发前两个月的时间里 俩人是见一面就吵一回 吵到最后 杨欣就起了杀心了 十月十七号凌晨 杨欣主动开车 去接黄某下班 上来就说 我同意你要求 把我家那黄两婆修了 娶你为妻 这一下给黄某高兴的呀 很得意 回到房里边 俩人那是狠狠的咔嚓了一下 反正就一场激战之后吧 俩人浑身大汗 精疲力尽 但杨欣毕竟是男人呢 体力恢复的比黄某快呀 看着已经一潭软泥的黄某 这杨欣呢 突然抓起枕头 闷在黄某的脸上 死死的摁住 不到两分钟 黄某就断了气了 杀死黄某之后 杨欣平复了一下情绪 决定将黄某抛尸河道 但在抛尸之前呢 他还要干一件事情 伪造黄某跳河自杀的假象 他仔仔细细的 把黄某的尸体擦洗清理了一遍 帮黄某套上了外套 还有牛仔裤 因为他想给他穿内衣内裤麻烦 然后呢 又拿了两颗大核桃 塞在黄某的嘴里 就能让黄某的嘴巴 保持一直张开的这个状态 又把黄某的内衣内裤 袜子鞋子 装进垃圾袋 扔到了楼下的垃圾桶 随后淡定的等天黑 10月17号入夜 杨欣把黄某的尸体 放在帕萨特轿车的后座 把车呢 开到了北横京的岔流 从轿车的后备箱里 拿出一个蛇皮袋子 随手在河边的建筑垃圾里 捡了半袋子砖头 又把这半袋砖头 绑在黄某的腰上 在绑的过程之中 刻意的收了力道 伪装成女性的力道和手法 做好这一切之后啊 又把河头从黄某的口中 拿了出来 把黄某的尸体连同半袋砖头 就扔进了水里 他觉得这就是一个完美的伪装自杀的现场 但他万万没想到 10月20号晚上 警察可就找上门了 侦察员随后搜查了杨新 给黄某金屋藏胶的那套住宅 也搜查了住宅附近的垃圾桶 和杨新的那辆帕萨特 结果在垃圾桶里 搜出了黄某的内衣内裤 袜子和鞋子 在一个枕头上提取到了一份DNA样本 经过比对就是黄某的唾液 在帕萨特轿车的后座上 提取到了一些毛发 在帕萨特的后备箱里 发现了另外两只 和现场发现的蛇皮袋 一模一样的蛇皮袋子 最后从黄某的下体里 提取到男性经验DNA样本 和杨新的DNA样本 经过比对可以做同一认定 最后还有一个问题没解决呢 就是黄某身份证上显示的年龄 和事件结果并不符合 经联系黄某原籍当地派出所 调出黄某的出生证明 证实他出生的年份是1981年 案发时刚满29岁 看样子呀 他那张身份证是假的 干小姐的为了多拉点客人 谎报和伪造自己年龄 这在那个行当里边也是常事 事实证明 法医师奖估算的29至31岁的年龄 是准确的 案子破了 民航公安分局吴局长 10月21号一大早上就给阎法医打电话 老阎呐叫上法医室的兄弟们 下班以后啊 我请大家喝酒啊 我要犒劳大家 你们辛苦了 要没有你们 差点就让那家伙给溜了 最终阳心因为故意杀人罪 被闽航去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死刑 阳心不服 提起上诉 经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再审 驳回上诉 维持死刑原判 大案纪时2023 感谢您的收听 下期再会 欢迎收听大案纪时 我是吕鹏 本期节目啊 咱们来说说 驻马店女市长枪杀大案 这个案子在当年来说啊 是轰动全国 咱们呢 先从1995年说起 1995年金秋十月 在陕西省咸阳市 一所大学的进修班里边 一群来自五湖四海的年轻干部们 算是汇聚一堂 他们呢 暂时离开工作单位 来这冲冲店进修 这些年轻干部啊 都是年纪轻轻就有一番作为的 他们未来的光明前途 那确实啊 是让无数人眼红 可是谁能想到 此时此地 竟然是1999年河南省两庄惊人血案的起点 血案的主角就是进修班里的两个学员 陈桂玲和刘明鼎 这同学们投一回见面 那不得互相介绍吗 于是啊 有人就给他们俩从中啊 穿线大桥 说这位啊 是陈桂玲 河南人 这位呢 是刘明鼎 也是河南人 别人介绍完之后 陈桂玲和刘明鼎呢 就第一次站在了一块 这时候啊 他们这是眼神相交啊 就在这一刹那 仿佛就如一见钟情 这倒不仅仅是因为俩人是河南老乡 更是因为两个人呢 都风华正茂 财貌双全 能力都很强 95年的时候啊 陈桂玲只有34岁 但已经是岁平县人民银行的副行长了 他呢 一米六八的个头 看上去啊 就是那种英姿飒爽 刘明鼎呢 当时40岁 是河南省工商银行的干部 一米八二的个头 长得呢 也是挺英俊潇洒的 一副事业有成的 中年男人的那种潇洒风度 俩人一番交谈之下 那是相见恨晚啊 互相对彼此啊 都留下了美好的印象 咱也不知道 是不是都远在他乡寂寞难耐啊 咱也不知道 是不是一见钟情两情相悦 反正也没人说的清楚 总之陈桂玲就投入到了 刘明鼎的怀抱之中 从心动到行动 从相识到相恋 时间很短 在古都咸阳啊 处处都留下了两个人的足迹 俩人没事就出去 吃饭去 逛街去 各个景点逛去 俩人当然也少不了属于他们的激情 可是这俩人都忘了 他们是有家有口的呀 陈桂玲家里边有丈夫 有女儿 刘明鼎家里边有老婆 有儿子 反正俩人是也豁出去了 也不管了啊 在那度过了一段激情岁月 进修回来之后 陈桂玲呢 进步神速 1996年 他就当上了岁平县人民银行的行长 1998年初 只有37岁的陈灵就被任命为驻马电视主管科技的副市长 陈桂玲啊 成为了当地的一颗政坛新星 人们都在谈论呢 咱们陈市长一参加工作就进入银行 短短这么几年 鼓掌 副行长 行长 一直干到副市长 真是一帆风顺呢 作为分管科技 财贸 商业 粮食等流通领域的副市长 陈桂玲 年轻 干练 精力旺盛 责任心强 处处受人瞩目 确实他的工作能力 上上下下 也都佩服 他整天的出去开会 视察 调研 忙的是不亦乐乎 回到办公室 还有大批的文件啊 还有各种各样的汇报 还得接待上访 他的一切生活 几乎跟任何一位副市长 都没什么两样 只是他的生活里面 还有一个秘密 甭管再忙 他都得抽时间 隔三差五的 到省城郑州去一趟 去见一个人 见谁 嘿 刘明鼎 驻马店到郑州 路程并不近 但是啊 陈桂玲 也不先折腾 到最后这条路熟的啊 我估计恨不得 闭着眼睛都能走过去 每回从这种政务里面 生活里面抽身出来 赶到省城之后 陈桂玲都感觉自己啊 一下子年轻了十岁二十岁 变成了一个少女 就是来见自己的心上人 来见自己的白马王子的 这边陈桂玲 事业非常成功 那边刘明鼎 人家一点也不逊色 他呀 已经是河南省工商银行国际部的总经理了 那也算是事业有成啊 郑州也算是大都市 在这个大城市里 刘明鼎就是成功人士的代表啊 富有 自信 风流倜傥 哎呦 要说成功男人呢 身上的那份魅力 你挡都挡不住 刘明鼎 别看事业有成就 但是对陈桂玲人还是一往情深 为了和这位美人约会 他呀 特意花了二十多万 买了一套三居室的商品房 这套房子就成了两个人的世外桃源了 在这个安乐窝里边 俩人是缠绵翡测儿女情长的 您各位该说了 这刘明鼎背着自己的老婆在外面找女人 这肯定是花花公子式的人物吧 其实啊 还真不是 咱们首先来说 事业上 他主管的业务 包括外汇存款 贷款 汇款 担保 结汇 受费买卖 反正他整天脑子里边 装的都是贸易和非贸易结算 外币兑换 外币贴线 等等这些专业性极强的业务 他的工作呀 对于很多人来说 是很神秘的 也是很坚深晦涩的 而对刘明鼎这个知识型的干部来说 人家是应付自如 工作能力确实突出 在领导 在同事们眼里 刘明鼎的事业心很强 进取心很强 哪怕已经坐到这个位置了 衣食无忧了 他的车里边放的呀 全是外语书籍 外语磁带 连开车的时候 他也不放弃学习 更别说平时在家里边了 坐个马桶的时间 都得拿过来书 好好地学习 好好地思考一番 大家都认为 刘明鼎出类拔萃 可是谁都想不到啊 就这么两个出类拔萃 年轻力强的领导干部 竟然不顾一切 冲破了感情的枷锁呀 这一天呢 陈桂玲啊 又来到了郑州 跟刘明鼎呢 就在大街上闲溜的 俩人呢 确实哎这日子过得挺甜蜜 忽然呢 陈桂玲的眼光就被吸引住了 路边呢 有一个婚纱影楼 大家都知道啊 婚纱影楼通常一楼啊 是一个那种大的落地窗似的 那落地橱窗里边呢 都有特别漂亮的那婚纱 哎呦 他就看着人这婚纱 再看着人展出来的婚纱照 太漂亮了 这时候陈桂玲啊 看着刘明鼎就笑了一下 脸上腾冷可就红了起来 刘明鼎是什么人呢 他哪能看不懂这些呢 于是俩人呢 牵着手进了影楼 俩人呢 还真拍了一套婚纱照 不光是拍的西装婚纱 又拍了旗袍马褂的 刘明鼎抱着陈桂玲 陈桂玲意味着刘明鼎 反正各种各样亲密的姿态呗 当婚纱照拍完了 然后那照片啊 都做好了之后 就搬到了他们的家里 挂在了墙上 两个人呢 看到照片都是一阵赞叹的 太美了啊 咱俩这就是天作之和呀 陈桂玲情不自禁的说 明鼎 这是真的 这应该是真的 这就是真的 我们 我们结婚吧 刘明鼎呢 随口就说了一句 行啊 可惜呀 忘乎所以的陈桂玲 没能听出 刘明鼎声音里面 有那么一丝丝的勉强 陈桂玲性格上啊 是个雷厉风行的 算是比较泼辣的一个女人 回到家之后 二话不说第一件事 离婚 要说陈桂玲的丈夫 那也是一表人才 从部队转业之后 在机关里面工作 由于夫妻感情不好 他们两个已经分局很长时间了 但是当陈桂玲提出离婚的时候 丈夫啊 依然是很意外 陈桂玲呢 倒不藏着不掖着 跟自己的丈夫就说了 我爱刘明鼎 我爱的死去活来的 离开他 我就活不成了 陈桂玲的丈夫 是那种特别忠厚善良的 他知道这段感情再怎么挽回也挽回不了了 那就随他去吧 所以就点了点头 陈桂玲痛痛宽宽的离了婚 确实感到由衷的开心高兴 但是陈桂玲啊 没有高兴多久 为什么呢 一贯处事果断的刘明鼎 在离婚的问题上婆婆妈妈的卡了壳了 陈桂玲哪知道啊 刘明鼎啊 根本就不想离婚 作为一个43岁的男人 他承认和他的妻子之间没有什么感情了 平时和妻子之间的生活呀 那就是柴米油盐酱醋茶 整天的操劳非常的乏味 因此刘明鼎感觉自己和陈桂玲的爱情确实很美好 也没觉得背着妻子找陈桂玲有什么不妥的地方 但是真的要让他跟陈桂玲结婚 和自己的妻子离婚 把自己的生活来个翻天覆地的变化 他呀确实不愿意 刘明鼎啊 心里就总在想着 我的老婆虽然只有初中文化 平时我和他之间也没什么话可说 但毕竟是从老家带出来的结发妻子啊 再说了 还有儿子呢 儿子才15岁 怎么能让他人生之中蒙上阴影呢 所以当陈桂玲跟他提出来要离婚 他们两个人结婚的时候 刘明鼎把目光又投向了他的家 他从内心深处发现 和陈桂玲相比 原本这个美满幸福的家庭 更加难能可贵 于是从这开始 刘明鼎开始怕见陈桂玲了 准确的说啊 是怕见离过婚之后的陈桂玲 两个人呢 依然在过着缠绵的偷情的生活 但是陈桂玲分明就感觉到了 他离婚之后 刘明鼎不是离他更近了 反而是离他更远了 有一回啊 俩人一起出去玩去 在路上的时候 陈桂玲的母亲不幸因病去世 陈桂玲呢 没能见上老母亲最后一面 这就成了陈桂玲遗憾终生的一件事情 但是哪怕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都没能够使陈桂玲从热恋之中彻底的清醒过来 陈桂玲左等右等 刘明鼎这离婚始终是遥遥无期 陈桂玲一开始啊 是着急的等待着 后来呢 就是疑惑不解 他为什么还不离 到最后可就转变成了愤怒了 刘明鼎越来越怕见陈桂玲了 尤其是陈桂玲与刘明鼎的儿子发生了一次冲突 刘明鼎从这次冲突之后 不再和陈桂玲缠缠缠缠的了 反而认为陈桂玲再来郑州是来纠缠他的 那是怎么回事呢 那一回啊 陈桂玲到了郑州 走进了刘明鼎的办公室 正好刘明鼎的儿子在办公室的套间里边玩游戏呢 陈桂玲知道刘明鼎溺爱孩子 当场就问刘明鼎 我和你儿子 你更爱谁啊 刘明鼎也不知道怎么回答 很难堪 这当着自己的儿子的面呢呀 陈桂玲啊 就又跟刘明鼎的儿子说 你喊我一声妈 我就送你一件好东西 孩子虽然年纪不大 但是也知道这个女人对于她的家庭来说意味着什么 于是啊 他恶狠狠的骂了陈桂玲一句 陈桂玲一听可就生气了 抬手啪就给了孩子一个耳光 刘明鼎看在眼里 那是疼在心里呀 啊 可是当着儿子的面 又是在自己的工作单位里还没法发脾气 哎呦 这一回她可对陈桂玲那是反感至极 其实啊 陈桂玲也不是非要跟刘明鼎的儿子过不去 跟那孩子的一番冲突 纯粹就是为了发泄自己心里的愤恨 自己离婚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 刘明鼎迟迟迟不离婚 这让陈桂玲的忍耐超出了极限了 可刘明鼎不管这些 从那以后 陈桂玲一到省城 刘明鼎就跟朋友诉苦 哎 母老虎又来了 能躲开的时候啊 刘明鼎呢 就会让朋友出面敷衍一下 比如说工作忙啊 比如说要出差啊 反正就这些理由呗 自己呢 干脆不露面了 这些朋友啊 在接待陈桂玲的时候 也不乏好意的劝他 陈市长 这刘明鼎啊 不想离婚 你心里也清楚 你好歹也是个市长 有身份有地位 何必缠着他不放呢 说的好听一点 你是他的情人 说的难听一点 你就是他的一个拼头 你总不能一直这么下去吧 陈桂玲听着朋友说的这些话 也不知道该怎么回应人家 眼泪啊 啪啪就掉下来了 心里边是越来越恨 我在驻马店 那是何等的风光啊 我没想到在省城郑州 我竟然惨到这种地步 他的愤怒 越来越难以忍受了 打刘明鼎儿子一个耳光 那不可能发泄干净啊 这就陷入到了一种情感之中的恶性循环了 上期节目啊 咱们说到了 陈桂玲给了刘明鼎儿子一个耳光 但这心里还不洁气呢 从此之后 他对刘明鼎的这种感情啊 就由爱生恨 陷入到了感情的恶性循环之中了 回去之后啊 陈桂玲还找到已经离婚的丈夫 他还跟前夫说呢 刘明鼎骗了我 把我搞得家破人亡 我早晚要跟他同归于尽 咱们之前不是说过吗 陈桂玲的前夫啊 非常的忠厚 还跟陈桂玲说呢 既然如此 不如咱们复婚吧 好好过日子 哼 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了 复婚还有什么意思啊 时间一转眼 就到了1998年最后一天了 陈桂玲的心里啊 有了一种感觉 到了最后了断的时候了 这一天呢 陈桂玲没有到市政府小车队 要自己的专车 他的司机呢 也没接到陈市长要行动的通知 陈桂玲自己搭车 从驻马店出发 赶往208公里之外的郑州 刘明鼎和两个朋友 一块接待了陈桂玲 大家反正表面上 还是一团和气呗 高高兴兴的吃了饭 唱了卡拉OK 刘明鼎跟陈桂玲就消失了 谁也不知道在这新年的第一天 这一对恋人到底去干嘛去了 俩人再一次露面呢 是在1月3号 这天下午 刘明鼎约三位朋友到一间办公室里边 当朋友们赶到的时候啊 就见刘明鼎和陈桂玲已经在那争吵了 陈桂玲就说 既然你不离婚 那咱们就分手 不过我以前借给你的21万 你必须现在还给我 桂玲 我现在一下子拿不出那么多现金 不行 我现在就要 刘明鼎只好转过身来 跟朋友求救 几个朋友啊 都对这俩人的事情很了解了 也对刘明鼎眼下的处境很同情 有一个朋友姓吴 他就说了 老刘啊 钱我借给你 不过丑话说到钱头啊 你得及时还给我 第一个月 我不要利息 第二个月 我就要算利息了 21万的现金 很快就摆在了陈桂玲面前的桌子上 陈桂玲的脸色异常的难看 他把钱放进了包里 元旦过完了 我要马上赶回去了 这俩人呢 等于算是在经济上进行了交割了 这也就标志着两个人的关系彻底了断了 刘明鼎没有感觉不舍 反而感觉卸下了一个沉重的包袱 哎呀 总算是松了一口气了 可是陈桂玲并没有立刻回到驻马店 如果真像他说的马上赶回驻马店 那一切也就好了 一月四号傍晚的时候 刘明鼎啊 正跟朋友一块在交线办事呢 忽然手机响起来了 是陈桂玲打过来的 你在哪呢 快回来吗 我要给你一个惊喜 明天呢 我要和一位领导吃饭 你来作陪 怎么样 刘明鼎毫无戒备的就答应下来了 他哪知道 这一天里陈桂玲啊 操办了许许多多的事情 一月四号这一天 陈桂玲约了一位特殊的朋友 他的高中同学 现在正在担任某派出所的所长 叫王清 一月四号下午 王清带着两个下属到了郑州 并且和陈桂玲取得联系 约定第二天吃完早饭之后见面 四号这一天呢 陈桂玲还和外地的姐姐姐夫联系 约他们到郑州玩 这俩人呢 四号下午就赶到了 他们哪知道啊 这是一个已经下定决心要走绝路的人 想要见他们最后一面 一月五号上午十点 王清啊 按照约定 开车来到了一个大型的商场 见到了陈桂玲 老朋友相见 这是分外的亲热呀 但是还没来得及寒暄呢 陈桂玲就问他 你带枪了吗 问的王清当场就愣了 陈桂玲赶紧解释 我有个亲戚啊 搞了几十发子弹 想借把枪打着玩玩 哎呦 我说桂玲 陈市长 这枪怎么能随便打呢 不行不行 随后啊 俩人就钻进车里边 继续说话 但是过了不长时间 王清呢 又一个人呢 到商店里边想买点东西 他装有手枪的手提包 就放在了陈桂玲旁边的车座上 王清回来之后 又跟陈桂玲聊了一会儿 俩人呢 就分开了 就再见了 他呢 也没检查自己的手提包 五号下午六点 刘明鼎的朋友吴某啊 打通了他的手机 约他一块吃饭 就是借他21万那位啊 结果呢 刘明鼎就说 说我跟陈桂玲在一块呢 吴某啊 还跟陈桂玲通话 聊了几句呢 刘明鼎怎么也没想到 吴某更没想到 这会是刘明鼎 在这个世界上留下的最后的声音 1999年1月7号凌晨一点 郑州公安局110指挥中心的电话 突然就响起来了 有群众报警 说某小区五号楼七号房间的房主 可能发生了意外请求帮助 公安人员接到报警之后 迅速就赶到了现场 现场啊 已经有几位省工商银行的工作人员在那了 他们说呀 五号楼七号房间的房主 是我们行国际业务部总经理 刘明鼎 银行开会 急需刘经理参加 但是从五号晚上开始 无论如何也和刘经理联系不上 我们来到小区之后发现 刘经理的奥迪车就停在小区院里 他的房子里也亮着灯 但不管怎么敲门 房子里啊 一点反应都没有 公安人员和小区物业管理人员 从一楼爬到四楼撬开了刘明鼎家的窗玻璃 往里一看 顿时可就惊呆了 只见客厅里边啊 躺着一个人脸朝下 头部的地面上还有一大滩血迹 公安人员赶紧进去打开门 现场勘察人员也都赶到了 经过现场勘察 刘明鼎脸部和头部各中了一枪 都是贯通伤 已经死亡多时 技术人员在现场发现了四枚弹壳 还有三个弹头 经过验证 刘明鼎是被人用七七式军用手枪杀的 同时啊 公安人员还在卧室里面 发现了一封遗书 上面写着 舅 伯 哥 姐 我对不起你们 用别了 我无话可说 零 刑警立刻就围绕刘明鼎的社会关系展开调查 重点得查查这个灵到底是谁 这灵在哪呢 啊 人们想不到此时的陈桂灵啊 也已经踏上了黄泉路 1月5号到1月7号这两天的时间里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咱们呢 从1月5号晚上开始说起 1月5号晚上 这一天呢 天已经黑透了 一辆小车车风驰电车的开在路上 开车的是陈桂灵 一个不知内情的朋友 车上坐着陈桂灵 一个声音在他的心里反复的回响着 回家 回家 赶快回家 陈桂灵反反复复的在朋友耳边说 快点 再快点 听说我女儿病得不轻 我怕见不到她了 其实啊 她这是在说谎 此时陈桂灵的脑海里面空空如也 只有一个念头就是回家 她呀 想回到温暖的家里面 想回到从前的生活之中 只是和刘明鼎失败的感情经历 让她感觉到了屈辱 让她感觉无法面对丈夫女儿 她知道她杀了刘明鼎 她洗刷了自己的屈辱 但是也成为了不可饶恕的罪人 这一切都无法挽回了 她现在只想再见见自己的女儿 属于她的时间不多了 她必须要赶紧回家 夜里十一点 车开到了县里 直接开到了她前夫的住处 陈桂灵一个人上了楼 心如刀绞 看到女儿之后陈桂灵的眼泪 忙的就走了 从她离开到第二天早晨六点 女儿不断的接到妈妈的电话 陈桂灵不停的问女儿和爸爸联系上没有 声音显得很焦虑很古怪 女儿不知道妈妈出了什么事 陈桂灵也不知道的是此时 她的前夫正在她杀人的地方郑州出差呢 陈桂灵在内心之中就想着在一切结束之前一定要再见见丈夫一面 可是她还是没有能够和丈夫见上面 甚至丈夫的声音她都没有听到 陈桂灵说去市里其实并没有去 女儿接到的陈桂灵的电话其实都是她在附近打的 在县人民银行家属院里有陈桂灵一套住房 这是她当行长的时候分到的 已经很久没住过人了 但是1月6号早上7点 陈桂灵的姐姐却接到了陈桂灵的电话 让她八九点钟到那套房子里去一趟 姐姐还问她呢 桂灵我没钥匙怎么进去啊 姐你只管推门就能进去 6号上午8点来中姐姐来了 推开门之后啊 见客厅里边没有人 卧室的门也是关着的 并且呀灯是开着的 她还纳闷呢 什么情况啊 这房子平时也不住 这谁把门开开的呀 叫我来干嘛呀 一边想着 一边把卧室的门就推开了 这时候惊人的一幕可就呈现在眼前了 陈桂灵在床上躺着 头顶血肉模糊 血还在不停的往下躺着 肩膀呢 也还在一抽一抽的颤动着 身子旁边横放着一把手枪 陈桂灵的姐姐可吓坏了 赶紧拨打了报警电话 110120接警之后迅速赶到现场 立刻把陈桂灵送到医院急救 此时啊 陈桂灵头部还不停的有脑组织往外溢出 五官出血深度昏迷 一直抢救到了8号上午 陈桂灵终于不治身亡 法医经过检验 死者陈桂灵两大脑叶有一个直径1.5厘米的贯通创伤 是枪击导致颅脑严重损伤而死亡 经确认死者身边的枪支正是杀死刘明鼎的七七式军用手枪 根据枪号查到合法的持枪人应该是某派出所所长王清 此外死者在现场还留下了几个纸团 把这纸团打开之后能够看到其中一张纸上写着 书记 市长 尊敬的老兄 很对不起 辜负了您对我的期望 近几个月来 干什么事都不能集中精力 我看破了红尘 感到生活没有意义 我极力迫使自己 克制自己 但最终还是走上了绝路 请原谅我的过失吧 最后有个请求 无论如何 请给我开个追悼会 另外一个纸团上写着丈夫的名字 他这么写着 尊一生我的好丈夫 因打电话 没找到你 后面呢 没有其他的文字了 最后几个字写得歪歪扭扭 显然这句话没有写完 因此 陈桂玲在人生最后的时刻 还有什么话想对丈夫说 人们再也无法知道了 公安机关最后对这两起血案所做的结论是 陈桂玲恶意报复 1月5日与王清谈话时 窃取王清包内的手枪 当天下午6点以后 将刘明鼎以某种借口 骗到两人购买的住房内 开枪把刘明鼎杀死 之后以小孩病危为借口 让朋友用车将他送回家 于6日早晨畏罪自杀 做出这样的认定 事实清楚 证据确凿 确实是不难 但是这两起悲惨的血案 却留给了无数人很沉重的思考 咱们这案子说完之后 咱们来说说 这是典型的由婚外恋引起的悲剧 我们原来不止一次的说过 人虽然是感情动物 对吧 可能在爱情来临之时啊 都会头脑发晕 但是任何人任何时候 都应该把感情约束在理智的范围之内 应该自觉的把你的这种行为 放在法律和道德的规范之内啊 一旦是突破道德的突破法律的 那么我们就要及时的制止自己 我们来说啊 如果陈桂林和刘明鼎一开始上学的时候 就能从内心深处来抵抗住这种婚外恋的引诱啊 能够及时的理智的放弃这段感情 那么后面的结局不会是这样 又或者说陈桂林在和刘明鼎 已经没有希望结婚的情况之下 如果陈桂林能够头脑清醒 理智的处置这件事情啊 能够拿得起放得下 那么也不至于有这样的一个惨痛的悲剧 行了 今天节目就到这 更多内容 下期节目再会 下期节目